夜无星宇宙将 殿小二伸手一探 只见雨色妖蓝 处长成兵 一向处变不惊的老板娘 瞧见这等器官 已顿时慌了神 连忙催促着小五 取来一罐珍藏的茶叶 声称有贵客要来 这茶叶以红铜罐蜜蜂 打开后茶香四溢 咸嘴中甘甜香醇 待小五回到茶棚 只见一抹深邃的幽蓝 映入眼帘 紧接着 三道白色身影突然出现 形如鬼魅 踏地无声 抬脚尖锁地成寸 驻足时 雨步沾身 见三人静止 向茶棚走来 小五也是忍不住的赞叹 小的混了这么久的江湖 可是第一次看到 有人内力高到 可以让雨水都不沾到身上啊 什么内力 没见识 自讨没趣的他 转身要走 却被对方一把扼住手腕 掌心忽有赤色浮现 不明所以的小五急忙想要挣脱 却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得 你才哪个神经 你见不见头 还未等小五答话 那一旁的老者 却突然低喝一声 烟出发随 滂涂的大雨历时改道 急语如箭 直奔百里外的麻风而去 怎么会 而麻风瞧见这一抹妖篮 一致不妙 整个人如同丢了魂一般 躲在破庙中 瑟瑟发抖 向来杀人如麻的他 第一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 麻风 你都停了 你还发什么呆 他们一定在父亲 他们一定想让我以为他们走了 所以才听见这场雨 不行 我不能让他 他们是避世绝俗的羽之谷族 也是呼风唤雨的先灵之后 羽族中人 人人会先法 铜贤术 一手寒冰之力 能杀人无形 也能起死回生 族中的佼佼者 被称之为巫 只有巫 才能晋升到巫尊之境 届时便可法力无边 兽于天齐 世间再无能与之抗衡者 但想成为巫 就必须在族中 世代供奉的神剑下死过一回 可羽族万万没有想到 十年前 身为神剑剑童的麻风 却突然逃走 原因无他 只因那想要成为巫尊的人 是自己的青梅竹马 只因那成就巫尊之位的人 必须无欲无求 太上忘情 麻风虽已有心上之人 却还是自私的 不想让对方忘了自己 所以他逃了 风风雨雨 数十载 一夜寒凉 终成空 麻风自知无路可逃 索性破罐破摔 待在原地哪也不去 怎么还是不洗手就吃东西呢 你 不认得我了吗 大哥哥 你是后姐 他笑眼如花 一如当年 他神情惊骇 必至不及 现如今 后姐离近身无尊 只差最后一步 可麻风却说什么也不肯同意 你再度弃我而去 凭什么要我保留着对你的牵挂和记忆 如今我已经有心爱的女人了 所以 别再牵挂我 那 我只有把你的人 和记 一并带回去了 就在后姐准备动手之时 一人持剑刺中后姐小妇 来人正式高丽 他二话不说 便拉着麻风朝门外狂奔 途中恰好和羽族的另外两人擦肩而过 好在是各有心事 谁也没有认出对方 那是血 他流血了 他怎么会流血呢 按说 污者有污力傍身 人间反铁根本伤他不得 可如今 怎么却 龙弦 只有极热的龙弦 才可以破坏我们羽族的污力 直到这时 两人才恍然大悟 是昨晚喝的茶 也正因如此 小妇不但没有为后俭的寒气所伤 更是因获得福 将至阴的寒气 与至阳的龙弦 融汇贯通 从而功力大涨 划分两头 麻风与高丽闷着头 跑了大半天 本以为万事大吉 可下一秒 你怎么 好了 因为我还记着你的大哥哥 原来 只要太阳 还没有落山 屋就不会死 自觉屋力恢复的后见 刹那间 来到麻风身边 还不能麻风解释 便抱着他 跳入悬崖 对于后见的质问 麻风矢口否认 落地的瞬间 麻风只觉筋脉寸断 五脏俱损 再醒来时 残阳心下 留给麻风选择的时间 已经不多 要么安心等死 与后见通归于尽 要么将神剑赐入后见心口 祝他成就无尊之位 届时后见神功大成 必能保他性命无忧 麻风怂了 在夜幕笼罩这片山谷之前 一剑刺香了后见 但见荧光汇聚 后见便成了这天地间 最大的变数 轻轻一回 麻风残破的身体 立时恢复原样 他知道 成就无尊之人 必须实现持剑人的一个愿望 所以便问后见 要来神剑 决心远走天涯 但麻风不知道的是 成就无尊又未迁道 所以被他实现愿望的人 都只能再有三年的寿命 得知真相的麻风 不愿接受现实 一时间恨从心头起 恶相淡边生 竟一步步 彻底走向了黑化的不归路 各位少侠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新的一年 祝你万事圣意 苦尽甘来 三是 免 咯